小伙伴们注意看 弹仔岛中的全新载具火箭 它会起飞追出弹仔岛 但是它也会从空中落下 回到弹仔岛的火箭发射台上 那么此时 我们弹仔站在火箭发射台上当 巨型运载火箭从天空中落下来时 究竟能不能压爆 站在弹仔岛火箭发射台上的弹仔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巨型运载火箭的位置 就在弹仔岛的广场最中间 如果你在弹仔岛 也见过这个巨型火箭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巨型运载火箭 它是弹仔岛中唯一一个 可以载着弹仔 飞出弹仔岛的飞行载具 当我们弹仔 进入巨型火箭的火箭舱时 此时它就会启动飞向蓝天中 此时就会把我们弹仔 带到全新岛屿月球基地中 这里我们弹仔就会失重 非常的好玩 你表情包装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在月球基地中 行走的弹仔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当弹仔岛的巨型运载火箭落下时 我们弹仔站在火箭发射台上 它究竟能不能压爆弹仔 此时我的弹仔已经站在了 火箭发射台的黑色台面上 瞬间火箭落了下来 并没有把弹仔压爆 只是把弹仔压扁了 所以说弹仔岛的巨型运载火箭 从月球返回弹仔岛时 并不能把在火箭发射台上 站立的弹仔压爆 只能把弹仔压扁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